说到运动呢可能得要从小培养 因为俄福联盟今天就公布了一项 针对国内学童运动的调查 结果发现呢有超过七成的学童 每个星期在校外的运动时间呢 竟然低于二小时 有四成以上的学童呢 已经变成了体能不佳的小白斩机 调查发现台湾的学童 平均每个星期花在运动的时间是2.3个小时 但是呢上网的时间却长达12.5个小时 是运动的五倍 看电视的时间更高达16.7个小时 是运动的七倍 目前台湾国小学童呢 每个星期上体育课的时间大约是80分钟 远远低于美国大陆和法国等国家 而且学童参加运动性的社团 或活动的比率也不高 只有四成的学童参与校队 或是运动型的社团 运动量是明显的不足